大家好,我是曹伟东 今天我们聊一聊关于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这个生物的多样性对人类可以说是至关重要 因为生物多样性通常是物种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因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对生物多样性下的定义是 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形形色色的生物体 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 以及所构成的生态组合体 这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这个人类文化呀 比如游牧生活和移动耕作等等 它的多样性也可以被认为是生物多样性的延伸 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通常都包括四个基本的组成 部分即无机环境 植物就是生产者 动物就是消费者和微生物可以说是分解者 这四大部分 每个生态系统中共同生活的生物之间 依靠食物链相互的联系 比如这个海洋的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遵循着生态金字塔的定律 金字塔的塔基是生产者 海藻他们从海水中吸收太阳辐射能 把它转化为生态系统的能量基础 然后也可以说海洋浮游是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基础 而不管是大鱼小鱼虾等动物都是消费者 微生物则是分解者 就是鱼虾这些他死亡之后 是微生物又将它们分解 所以无生命的海洋环境是无机环境 比如说海水就是我们讲的海底 比如说矿物质这都是无机的环境 一切种类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 在地球上的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它们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中贡献着自己不可或缺的力量 各种各样的物种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纤维和能量 它们还为人类提供了种类齐全的药材 充足的工业原料 多种多样的生物 也是旅游和娱乐的重要的资源 随着人类在地球的活动 很多物种的生存 可以说是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而物种种类的减少 会导致生态的失衡 威胁人类的生存 就是我们说 比如没有鱼虾了 没有这些小动物了 那你的这个食物链是不是就缺憾呢 那反过来 肯定是对我们的生活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要限制 就是滥捕滥杀 因此就是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对人类可持续发展 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那我们说就保护海洋生物而言 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 应该注意一些事项 比如说不要往海洋里面丢弃垃圾 在潜水的过程中 应该尽量把这个垃圾 尤其是塑料的这些垃圾 不可溶解的垃圾 尽量要带上来 在海岛上旅游 作业的时候 不要轻易的丢弃垃圾 要主动的向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 宣传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意义 不要做威胁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 一旦发现有破坏海洋行为 这个应该主动的制止 比如说排污 这个烂捕这些鱼虾 破坏生态环境 还有就是日常生活中 要减少使用难以降解的物品或材料 倡导低碳出行 我们应该遵守 其他海洋保护的守则 比如说 不要把海底的生物带上岸 拒绝食用鱼翅 不捕杀海洋珍稀的生物 食用可持续海鲜食品等等 另外我们要避免消耗海洋的生物制品 比如说 把带帽 还有珊瑚 做成工艺品等等 所以经过我们保护 或者说采取有效的措施 实际上可以使我们生态更好 可以使我们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更好 关于这话题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为辞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 优优优独播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